记者洪美秀新竹报道,新竹市府推太阳光电政策今天与华南银行中小企业信保基金合作,推出高达200亿绿能专案贷款及信用保证,成为新竹市推动太阳光电政策的第四支建,鼓励民间产业一同推动低碳绿能的幸福城市。 新竹市府秘书长陈章贤说,竹市市绿能产业重任全国三大科学园区178家光电业者,竹客就有78家透过新竹市太阳光电产业政策,希望减轻企业资金压力,鼓励民间投入太阳光电发电系统设置,达到低碳绿能友善的幸福城市。 陈章贤说,市府推动太阳光电三进启发,先通过新竹市市管公有房地设置太阳光电发电系统标租管理办法,借由公开标租于约36所学校公有机关房地看海公园建置太阳能发电系统。 未来公有房市预计每年平均发电量720万度,年均减碳3850公吨,相当于10。 三座大安森林公园 市府也提供太阳光电业者全台最优惠贷款新竹市创业便利贷,最高可贷1200万元,并实施新竹市既有建筑物屋顶设置太阳光电设施办法,鼓励民众安装太阳能设施,发展再生能源。 华南银行副董事长林之言表示,新竹市市高所得,高出生率以及人口结构,年轻的幸福城市拥有良好发展绿能科技的条件。 因此,华南银行与新竹市府合作发展太阳光电,只要涉及在竹市的公司法人于新竹市建制太阳光电发电设备者,初提供最低2%起的优惠利率,更提供贷款额度最高达安装工程合约八成,即贷款期间最长15年等优惠条件。 期盼投资绿能源阳光变黄金。 产发处长吴甲天表示,华南银行提供总额度200亿元,办理新竹市绿能产业专案贷款条件优惠,只要符合资格。 可透过此专案贷款取得建设太阳光电设备资金对于无法提供担保品的,也将由信保基金协助提供信用保证,可洽华南银行官网查询或新竹分行、竹科分行、大众分行。